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少油少糖 做法非常简单 又营养的面食吃法 口味清淡,老人孩子也适合 比利已经打在了字幕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面团煮好后,先放在一边 备用,准备一把芹菜清洗干净 切成段 再放进搅拌机里面 把它搅得碎一些 把芹菜放进一个干净的纱布里 先不要动它 准备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 切成块 再切一点葱和姜 全部放进搅拌机里 把它搅成比较细腻的肉泥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芹菜汁挤进肉泥里面 现在开始调味 加入蚝油,鸡汁,少许老抽 一勺生抽 适量白胡椒粉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用盐 全部搅拌均匀 葱花里面加入食用盐 再根据个人喜好 加点13香 和一勺面粉 用稍好的热油泼一下 做一个油酥 取出面团揉上一分钟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再平分成八板 再把每个小机子整理一下 撒一点干粉防粘 取出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的时候尽量擀薄一些 这样会更好吃 擀成长方形就可以了 面皮的五分之四 抹上油酥 剩下的五分之一 放上调好的肉馅 从一头卷起来 卷的时候尽量的卷得紧实一些 再把两头捏盐式 防止漏馅又漏汁 再用叉子压一下 这样造型会更好看 已经全部做好了 放进笼屉里 中间留一点空隙 水开上锅 开大火蒸15分钟 最后再关火焖两分钟 真的是好香好香啊 这种直接上锅 蒸的千层肉卷 做法上健康又营养 老人和孩子也适合吃 而且饼皮柔软 层层之间非常的香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先收藏起来哦